第一步有两条线,一条抛物线,一条直线 抛物线,这条是直线 抛物线,直线找一个焦点,所以我们疏分一声二声出来 一声,二声,二声,二声 二声,二声,二声达到二声到一声 所以移到2x 出来x-2 x是0或者2 好了,计算出y 所以我把A1A1B 所以A是0-1,B是20-1 B part B part是如何看待它呢? B part是如何看待它呢? 求X的法律 即是找X的法律 即是史丹 那一塊是法律 小的那部份的直線 B part就是問 有何X 令到法律 小的等於直線 他想說這個 所以你找到這個加點 其實這個是一個0 一個是2 在0至2之間 是直線比Parmic線大 即滿了 大於2就是Parmic線大於直線 計高度 即用打橫的方法去看哪個高一點 小於0就是Parmic線大於直線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問Parmic線小於直線 所以它就0到2之間 所以我們那個X就是這樣寫就可以了 寫一步出來便可以了 好